大家好 欢迎收看要闻快评 周22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俄罗斯访问 中共只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卿参加东方经济论坛 那么看到金三胖投进普京的怀抱 习近平会怎么想 中俄朝互相抱团取暖 可能带来什么忧患呢 今天请来两位专家为我们深度分析解读 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和资深评论员恒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12日乘火车抵达海森威 届时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在会见普京 两人是四年后再次在同一地点会面 早在上周二5日 美国官员通过媒体披露了金正恩的访额计划情报 白宫曾经一再警告 如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付出代价 金正恩近年来由于疫情几少出访 上次是2019年访问了四个国家 中国 越南 俄国和韩国 这次是四年以来首次出访 去的就是俄国 显然对金正恩来说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 因为7月份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已经访问了朝鲜 讨论了俄国向朝鲜购买军火的事情 所以这次出访的目的应该超出向俄国提供武器 很可能要包括讨论俄国向朝鲜提供卫星和核潜艇技术的问题 那么俄国由于乌克兰战争在国际上是极度孤立的 再加上需要朝鲜的武器和军火 所以它当然要和朝鲜拉进关系 现在俄罗斯在俄国战争这个离场深陷 又没有别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支持 那么它这时候就做一个投机 跟俄罗斯趁着这个机会拉好关系或者实惠 应该来说它选择的这个时机对白朝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对中共而言的话 它并不愿意看到俄国和朝鲜走得太近 因为长期以来中共自认为是朝鲜的当然后台 尽管有的时候朝鲜的金石家族不太听话 但是朝鲜别无选择只能靠中共 但是如果俄国插手的话 那么朝鲜就有了另外一个选项 和中共讨价还价就多了个分量 多了个底气 而中共和俄国的关系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虽然说朝鲜的分量不能和中共比 但是朝鲜在违反国际制裁方面所受的约束更少 因为反正制裁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俄国和朝鲜搞好关系也就有了和中共讨价的筹码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中共当局一直在帮助莫斯科 通过输出军民两用产品来提供武器的方式 但是中共并不敢公开支持 因为担心遭到美国等西方盟国的制裁 中共不敢公开支持途径的侵略 当然顾虑美国是一个因素 但是中共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 就是希望离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特别在美国和中共在制裁的情况下 那么它来拉拢欧洲对付美国的遏制战略 而普京入侵乌克兰直接威胁的是欧盟国家 如果中共公开支持普京的话 会得罪欧盟国家 这是目前中共不能够承受的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中共它跟百朝鲜之间的关系 它其实是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共同演双谎 但是中共对百朝鲜也不是说 就能够完全控制它 把它变成自己的一条狗 而且朝鲜它长期以来 虽然中共是它的最大援助的 但是它也不想完全依附于中共 所以它也是说 另外找自己的来源和考上 过去它就在中俄之间 就是中枢之间走钢石 后来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出来 俄罗斯出来的底气实力各方面都差得很远 所以这样它才更加的靠近中共 更加依赖中共 中俄朝目前是走得越来越近 外界却认为 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不一定真正能够抱团取暖 中俄朝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它是相互之间抱团取暖 正在走近 另外一方面 相互之间都有次 又不想相互之间完全融入一体 中俄之间 俄罗斯怎么甘心可以做中共的小弟呢 所以中共在表面上 它要使说中俄关系是个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 即使对于金正恩 中共都不能完全把它当成小弟看 那么金正恩很简单 他一翻脸比翻书还快 他可以说 日本是他的百年之底 说中国是他的千年之底 这样的话 他都能说得出来 所以金正恩在内部 把习近平 中共多次骂得要死 他认为中共多次损到了他的利益 所以你想吧 两个极强国家 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都是要当皇帝当土霸王 他怎么可能在上面自己 再有个老大压着他抽策 所以他国与国的关系 不可能真正的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来 中共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对他定夺的是什么 收买 双方是因为能够都有一个 共同反对美国 这么一个利益 所以双方还相互走近 那么中共呢 他对朝鲜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长期使用它 美国目前对朝俄 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朝鲜已经被最大限度的制裁了 你再生计也生不到哪里去 而俄罗斯呢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那么久了 美国能做的也都做了 很少还有其他的杠杆 主要呢 是看乌克兰反攻的战场形势 对中共而言的话呢 美国只能是 以不脱钩 不孤立中共作为诱饵 同时呢 团结盟友 加强军事准备 中俄朝互相抱团的同时 上个月 美日韩领导人 在美国总统的度假地 戴维尹举行峰会 承诺扩大联合军事演习 建立三方安全协议 不过中共跳起来表示强烈反对 中共最大的对手 它是美国 所以整个中共的那个什么 国际战略都是以美国为中心 它现在跟美国要斗而不破 它不能跟美国翻脸 特地翻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这就是它在 对朝鲜和对俄罗斯这方面 它有所顾忌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整个东北亚 它现在是美日韩 三国向三国联盟这个方向快速前进 这个呢 其实对中共来说的话 并不是说是多大的好事 中共的重心 它在于是台海问题 那么中俄朝这个形势一加剧 美国军事压力马上就跟了劲 那么美日韩之间的 如果形成了三国同盟 三国军事一体化的话 那么中共在东北亚这个地区 基本上就非常的被动 俄罗斯和朝鲜 并不能给中共提供多大实质性的支持 给的都是一些虚的面子上的东西 所以等于是中共独自承受 美日韩的军事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它在南海 在台海 在东海 它的被动性 它的力量的使用 这方面就受到巨大的牵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共它也不敢 把中日朝的同盟关系向前推进 来刺激美日韩的进一步加强 这样它就得不偿失了 金正恩上台后 加速朝鲜的核试验计划 目前进行了六次地下核试验 并发射了洲际弹导弹 中俄是两个核大国 现在中俄朝抱团一起 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局势变化呢 金正恩本来是一条疯狗 他已经搞了六次核试验了 他为什么现在 没搞第一次核试验呢 虽然在搞一些导弹实验 不停地在搞 他目的来说的是什么的 大家都不理他 他觉得日子难过 就跑去了 想要美国咬几口叫一下 你注意点我给我的吃的 你看否则我又给你撒泼了 我就要来咬人了 其实美国高兴得不得了 你这么闹好了 他趁机把日本和韩国武装起来 中共本来要拉拢日本和韩国 搞三国领导人会议 搞了什么 中日韩自由贸易去 但是在朝鲜这一闹 而中共又不愿意对朝鲜进行有效的约束 所以说像朝鲜这个问题 它现在是中共的负资产 但是中共又舍不得把它抛弃掉 它不到万不得已 核武器是派不上用场 那么美国对竞争意识就发出了明显的威慑 你要是搞核动作 那么就要彻底毁灭你这个政权 那么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美日韩对中俄朝在东北亚这边就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所以在这点上不管是中共还是俄罗斯 他们都不希望朝鲜在这时候玩着过后 好的 欢迎您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您的看法 反馈和建议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要闻快评 下次节目时间和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